哈喽,大家好,我是冯澄澄,来自美丽的山城重庆,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加州。 首先,非常感谢我的粉丝宝宝们,粉丝朋友们给我的支持。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继续给我的视频长按点赞,推荐我的视频,谢谢大家。 今天想给大家讨论一个话题,如果你有300万,你会为你的孩子做什么呢? 你会为他买个房子,买部车子,还是会为他投资一个公司,或者是投资其他的生意。 还是会为他买股票,买基金,或者是给他存在银行里,让他每个月都可以有固定的利息可拿。 还是愿意送他出国留学,开阔他的事业,增长他的眼界,行人区留言。 而我自己呢,想当初,我自己在做生意,我的两个孩子呢,都是放在寄宿学校的。 而我的大儿子,从他上初中开始,他就想出国留学,在当时呢,我的前夫,我的父母,我的几个兄弟,都不太赞同。 而我自己,经过正宗的考虑,我答应了我儿子的要求,我儿子提出他希望到美国念大学。 我呢,通过了解,也去咨询了一些留学机构,最后呢,也把他送出国了,送到了美国留学。 我儿子在美国留学了整整六年,总共花去我三百多万人民币。 大家如果看到我前面的视频,因为那个时候我呢,在做生意,有钱啊,供他留学。 但是我几个兄弟都对我说,你有三百万,你不如给他开个公司, 让他在国内上大学,然后去管理这个公司。 但是我当初还是坚持我自己的意见,把孩子送出国留学了,送到美国。 孩子整个在美国留学有六年时间。 前两年呢,刚开始来上的是社区大学。 整个开支生活费和学费应该是在三十万左右。 后来他经过自己的努力,考到了美国的约翰和普金斯大学。 在整个美国排名也是靠前的。 但是学校名气高,学费就自然很贵。 我儿子在约翰和普金斯读大学,包括读年就生,一共四年。 包括前面的读社区大学,整个的费用下来应该有三百五十万左右。 我用这笔钱呢,让孩子出国生操,开阔了他的眼界。 让他现在有不同的世界观。 从现在儿子的发展来看,我认为我送他出国留学是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选择。 你认为呢?你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吗? 其实我常常在闷心质问,如果没有送我儿子出国,这三百万没有花在他的身上。 也许我把他拿去投资做生意,也许也是肉包子打狗,一去不回。 因为大家看到我前面的视频,知道我做生意亏得很惨。 所以我很庆幸把我儿子送出国留学了。 给了他知识,给了他世界的阳光。 他现在不但有国内的很多朋友,而且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,走到每一个国家都会有朋友来接待他。 我经常会和我儿子聊天,我会问他,儿子,妈妈呢?妈妈现在做生意失败了,我也没有钱给你买房,也没有钱给你买车。 我儿子说,对你未来的生活,我也无法帮助你,你会恨妈妈吗?你会埋怨妈妈吗? 我儿子说,妈妈,我非常感谢你,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。 虽然你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金钱或房产,你送我出国留学,留给我的价值,远远比金钱,比房产更有价值。 我出国留学,增长了眼光,看到每一件事情都会不一样。 而且你让我学习到我的本领,是我这一生都受用的,所以我非常感谢你,妈妈。 你是我的好妈妈,你是我和弟弟的好妈妈,你很优秀。 我为有你这样的妈妈感到骄傲。 听到这里,我内心还是很开心。 孩子没有埋怨我,就是我最大的安慰。 每一个母亲都是会为孩子考虑的。 孩子的成长就是母亲最大的财富。 所以,现在想起来,我虽然没有留给我儿子金钱, 但是,我觉得我当初选择送他出国留学,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。 虽然说花了三百多万,但是我是感到非常欣慰。 你目前的你,你认为我的做法正确吗? 如果你现在正面临着这样的决策,你会怎么做呢? 如果你身上,如果你现在有三百万,而你的孩子又想出国留学,你会支持他吗? 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? 评论区留言。 谢谢大家的收听,继续长安点赞,转发收藏。 谢谢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 谢谢。 好